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在公元前271年 米罗达夺取了巴比伦的皇位 他试图去摆脱亚术的支配 就成了人民的抗战英雄 之后 他知道巴勒斯坦南部 抵抗亚术的英雄领袖 希西加的病痊愈了 就特意去派使者去寻求合作 骄傲自大的希西加 在接待使者的时候 极尽炎耀 就是这样 他受到上帝的责备 在我们开始灵修之先 让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愿你时刻都猜显圣灵 来到我们的心里面 帮助我们能够驱散 我们心里面的骄傲和自大 让我们无论在患病 困难 还是风光的时候 都常传倚靠你的心 祈祷交托感恩 食赖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以赛亚书 第39章 巴比伦王的事节 那时巴拉旦的儿子 巴比伦王米罗达 巴拉旦听见希西加病得传誉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希西加欢喜见侍者 就将自己保护里的金子 银子 香料 贵重的高油 和他军界腐内一切的兵器 以及他所有的财宝 都给他们汗 在他家中和全国之内 希西加没有一样不给他们汗的 于是 以赛亚先知到希西加王那里去 对他说 这些人说了些什么 他们从那里来见你 希西加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家里汗见了什么 希西加说 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汗见了 我财宝中 没有一样东西 不给他们汗的 以赛亚对希西加说 以赛亚对希西加说 你要听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说 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因为他想 在我有生之年 必有太平和安稳 来到以赛亚书三十九章一字八字 事情是描述 亚述在攻打耶路撒冷之前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得到 希西加凭值他自己个人 属于人 属于血气的智慧 四出的 去奔波 去跟亚述的敌人结盟 他以为这样 就能够抑制亚述 所以 当米罗达 去探望希西加的时候 确实令希西加觉得很开心 很有趣 他趁着这个机会 就向米罗达 去炫耀自己的财富 是多么多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会知道 其实希西加都曾经进入过一个熟灵的高峰 之前的经文故事告诉我们 希西加曾经因为疾病 而令到他进入了这个熟灵的高峰 不过 很可惜 故事来到这里 我们会看到 他又再墮落了 他墮落了在人的骄傲 人的自大 人倚靠自己智慧的网络里面 当他遇到危机危难的时候 他不再是好像以前那样 先去祷告上帝 先去求问上帝的意思 他甚至也都没有去征诚先知的意见 就凭着自己个人的血气 凭着他自己个人的智慧 就做了这一个 和其他列国联盟的一个这么厂缺的决定 基于这样 上帝要进行懲罚 祂要进行审判 祂要让以色列文败于巴比伦的手上 以赛亚很清楚 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 巴比伦是他们的敌人 不是他们的朋友 弃世家里面所有的财产 以及祖先留下给他所有的财物 和黄色里面所有的成员 都会被老到去巴比伦 不过 气世家仍然选择去与巴比伦结盟 这个举动让我们看到 祂对上帝确实是缺乏信心 基于祂对上帝缺乏信心 所以祂都犯下了拜其他偶像的罪 祂偏行几路 不去信靠上帝 结果就是以色列会忘国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去公园 她想试下由高柱跳下来的那种滋味 她就走上去石坡那里 她想由左边去跳下来 我说左边不行 左边跳下来你一定会受伤的 你在右边吧 她看一看右边 她不想在右边那里跳 她一定要在左边那里跳 我说都不要紧 你在左边那里跳 我就扶住你了 那你就不会受伤了 她当然不听我说了 一跳就跳下来 结果就是 她当然是受伤了 我女儿跌了 坐在地上 很害怕地哭 那我怎么做呢 我看到她那么害怕 我就抱起她 安慰她 叫她不用害怕 然后带她去洗伤后 帮她包扎回 我怎么对我的女儿 我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爸爸 一定会加倍加倍地对回我们 或者 你和我都曾经 好像欺西家那样 偏行己怒 不听上帝的说话 结果导致伤痕累累 但是 上帝一定会亲自地 扶起我们 安慰我们 叫我们不用怕 帮我们洗好的伤口 包扎回那个伤口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上帝才差她的儿子 耶稣基督 到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唯要叫我们相信 唯有倚靠上帝 我们才会得到永恒的保护 唯有倚靠上帝 我们才会得到永恒的保护 这集背众的金句是 以赛亚对欺西家说 你要听万君之耶和话的话 以赛亚书三十九章五节 我们下期见